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核策两立 斗策俱伤 中美建交四十年了 风风雨雨 越过坎坷 向前走 还是因为它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 两国的根本利益 我们还是希望按照习近平主席 最近和拜登总统通话的精神 就是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互不干涉属于别国的内政 别国的内部事务 秉持着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原则 来推动两个关系 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发展阶段 社会制度都不同 彼此相处 难免会有矛盾 有分歧 有的时候甚至比较尖锐 关键是如何对待 中美两国人民应该是有智慧 有能力的 还是要相互尊重 平等 相待地去进行对话 沟通 我们希望中美有多领域 多层次的对话 即便一时达不成共识 那么也可以交换意见 增性事宜 有利于管控和化解分歧 中美两国有着共同力 我们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在去年多重冲击的背景下 中美两国的贸易 仍然达到了4.1万亿美元的进出规模 大概增长8.8% 我们还是应当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共同点上 去扩大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稳定 促进世界的繁荣 发展 都有重要的责任 还是应该推动中美关系 越过坎坷 往前看 向着总体稳定的方向走 麻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